这个背心款颜色很漂亮,当然是牛仔蓝色,很薄的牛仔蓝色 有个复古的味道,它是有一种灰色的牛仔蓝色,浅牛仔蓝色 这个是一个色的,宽松,跌薄,大甲圈,非常casual型格的风格 它的薄位的位置是有少少抠起的,始终这种你见到都是型格的牛仔背心做layer的 都不会说是做太slim的,slim就是斯文 现在做一个比较宽松的版型,它都是做一个型格的薄位的位置 没有肩膀的,纯粹是一个直线的线条,当然是斜斜的cutting 它是非常宽松的,你绝对不担心,整个cutting都是很自在,没有挑剔的地方 它是一个很薄的质地,而且带灰色的牛仔蓝色,我都觉得挺特别 它配上了復古明线,也配上了磨砂,银色的磨砂柳 我觉得整个灰色的霧面通都是衬得很好看,而且你都会见到在那个layer的层次上都是玩得挺仔细 左右两边的裤子的layer,sorry,各个设计的layer都是有不同的 这里是加多一层,就有点像干湿套 干湿套很喜欢这里单边多多一幅,一个flat这样的style 这个都是做一个层次感会再有设计感多一点的效果 我现在内搭那边完全不需要担心的了,形格一点的style 牛仔布料也够薄身的,如果再热一点搭短袖的也没问题 因为它很薄的,真的很薄身的牛仔布料,所以不用担心 喜欢玩layer的这款一定适合,形格的style 那好像不一定,下身反而我觉得也很宽阔的一个配襯style 我现在就配得lady少少的,可能始终都是裙子 如果你喜欢的也可以配上直脚的牛仔裤,男友裤,型格一点的喇叭裤 如果你喜欢穿有style一点的,或者lady一点的,其实我挺建议 你可以配搭,反叉效果大一点的,你可以配搭西裤 那个反叉度就会再提升一点,这个也是今次新班的 可以做一个,形格一点,有个性一点的style 逐小,逐趴逐趴去执,逐趴逐趴去执 如果你想形格一点的,那你就换下身的style 如果想个性一点的,可以穿西裤,那就配搭 还有一个,形格一点的袋子 这样出来的效果就已经是很好看的一个造型了 很陈,很漂亮